這兩天你有針對說打高端的是白老鼠對不對 醫學問題不要問 我沒有問你啦是你對媒體講的 我手上拿的這一張我洪建議台北市議員 然後呢我在9月30跟8月23 我打了兩劑高端我是白老鼠 是不是 沒有我跟你講你不出國就沒事了 不出國反正以你的年齡 那你為什麼要講說高端兩劑打完 現在衛福部提出了這個政策 你認為這個叫混打 重打不是混打 你認為他是重打對不對 我想請問一下那你有更好的方式嗎 當然有啊一開始就不要高端就不應該這樣打 根本就違反醫學常識了 高端就剛開始不能打 違反醫學常識 不是啊不是這樣打 那你又造成民眾的懇慌 全國有70幾萬的人打高端 對 柯文哲 70幾萬的人就是你口中的白老鼠 這是錯誤的政策 所以呢 這個70幾萬白老鼠這幾個就是照你所中 他們都是白老鼠 我們打的難道都沒有保護力嗎 我跟你講齁 這個違反醫學的常識 違反醫學倫理 這是不對的政策 這是不對的政策 對 這是不對的政策 那所以我們打這些高端的怎麼樣 是怎麼樣 你們有滿滿的台灣價值 沒辦法 我們有滿滿的台灣價值 難道我們沒有保護力嗎 不是啦 醫學不是這樣搞的 不是啦 我們打疫苗不就是要增加我們體內的保護力嗎 我跟你講齁 這個不懂就算了 我們這種懂醫學人 這個是違反醫學倫理 違反醫學常識 違反醫學知識 這是不對的政策 全世界的醫生 全世界推行要打疫苗都不對了 不是 高端這樣搞是不對的 什麼東西 高端疫苗這樣打是不對的政策 那中國大陸打科興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有拿到WHO 你不能這樣講 那是因為他們能耐好對不對 對 其實這 有時候 有時候也不是說他真的那個疫苗 在實質上什麼問題 問題是 國際的形式就是這樣 我們 我們在要 我們懂醫療 醫療的人 就知道說 所以你心裡是 暗罵這七十幾萬人 台灣的心不對 打高端是 是白老鼠 沒有啦 政府不應該這樣幹 這是不對的 市府不應該這樣講 是不對的還是怎麼樣 政府不是市府 政府 所以喔 所以柯市長 醫學專業只要講下去 你的情緒就來了 你講我不懂的 你講那個什麼經濟 我還會 還不敢亂講話 這個我會非常清楚 我當然敢大聲講話 那我只能說 你的聲量真的很高 我打了兩劑 對不對 那好歹 不出國不要緊 不出國就算了 我現在被人家罵柯黑 可是我一直認為 我跟你之間 沒有那麼嚴重的柯黑 我們不錯 我覺得我們兩個還不錯 理念相合 我們理念相同喔 但是我打高端 你又沒有打高端 沒有啦 我知道你是有為難 但是我覺得這樣啦 我覺得你還是為黨犧牲 就算了 哇 哇 我有這麼崇高的 的 的 一個聲望 就是說我為黨犧牲 最起碼你沒有去 偷打BNT 偷打BNT 你這還是 氣扁 我跟你說 這種人我反正比較配 那你要不要公開的 稱讚我一下 對啊 至少你比蔡丁貴好多的 蔡丁貴那我就瞧不起了 蔡丁貴喔 你這個還算是 蔡丁貴跑到國外打是不是 對啊 國外打 他回來叫別人打高端 所以你還是蠻認同我的精神 你還是 為了台灣不怕犧牲 我最起碼你 你氣扁啊 叫小浩 對啊 對啊 我同意啊 我給你黑肉 我不知道是要好還是壞